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南韩人气综艺节目RM,Running Man开播八年,受全球粉丝广大喜爱,节目开播至今,更是许多南韩火红艺人指定参与的综艺节目,13日传出阿汤哥汤姆克鲁斯,Tom Cruise,将写电影《不可能的任务6》主要演员亨利。 根据韩媒TVPort报道,有相关人士透露,Tom Cruise将于16日录制南韩高人气综艺节目Running Man,此趟行程预计停留三天两夜,据悉,他们将会有电影宣传记者会,与观众互动,走红毯活动以及参与录制节目,这也是首次三名好莱坞巨星总出动出演韩国综艺。 此消息一出,令广大粉丝与忠实观众相当兴奋与期待。 但最新消息指出《不可能的任务6》方面回应表示,对于出演RM,双方正在协议中,目前还不确定。 汤姆克鲁斯传将写电影《不可能的任务6》主要演员造访RM。 翻射自推特,阿汤哥汤姆克鲁斯近期将带住动作片《不可能的任务6》重返大荧幕。 翻射自推特,Running Man为现今南韩人气综艺节目。 翻射自脸书。 翻射自称 谢谢观看